avere手 天啊 感覺有一點糾結 在这样的时刻很难不动摇 我现在其实就是很强烈的冲突 一个就是想看一看自己 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可能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我更适合一个人生 不需要被关注 像是他自己内心真实的 对对对 但是 我其实是爱他 其实还是挺舍不得他 毕竟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 你这一辈子 你算活到八十岁快四分之一的时间了 我希望他下去 我希望他们两个人都下去 这一套旅程又回顾了过往 过去点点滴滴的感情也被翻出来 所以中间有很多情绪波动的时候吧 这十八天因为完完全是我们两个人的旅程 我们在这个画面 我觉得是非常美好 充满希望的 十二不容易啊 十二我会 重燃对生活的热情 谢谢你陪了我十五年 家俩一辈子文景之交 生死于过 肯定海岸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所以我呢 那么干脆的结束他们 我有很多顾虑和我的这个遗憾 因为他确实是最适合我的办理 如果不是碰见他 我可能不会走这会儿 要有什么关系 要很厉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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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ve 啊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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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嗯 我下车吗 没有 把楼冲一个吧 扣破了 卡都扣破了 地毯的他俩脚硬了 是不是内心想下车 我俩在一起十五年 他从来没有夸过我好看 漂亮 美丽 对我有忽略吗 你觉得 有忽略 浪漫吗 不浪漫 我们家就像这个帐篷 中间就这个银杆 就是我 我就担心哪天 我要是有什么意外不在了 我不知道我们家会怎么办 老刘 你还会改变吗 你不会下车了 天啊 别吓我 太吓了 都给我下去 我还没有漏完了 我还没有 好意外 好意外 这招枪 一边没有 老刘没下车 说完了 说应该也没有 说也没有 哎呀 酷死了 这个就是老刘了 是的 你想要搞什么 就这样 这就这样 我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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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要 我便宜了 我便宜了 你不想要 祝福他们 祝福 祝福 丁身吧 真的是 祝他也好 祝他也好 有些人走到尽头要分手 并不是因为谁辜负了谁 可能我们就是过不到了 我也觉得很难过 很遗憾 如果分开能让彼此更自由 活得更好 我觉得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节目 以我来说 我们彼此之间对对方还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 但我必须要做出我觉得相对理性的选择 我很难去满足对方的需求 而且我也很难去改 一直在这样的状态下肯定不会给人带来幸福 所以我不想因为自己去耽误别人 上这个节目其实是我主动提出来了 你看没有什么情感需求 以我这样的状态的话 在和别人在这段婚姻里 对对方也是一种伤害 他真的是 在等于拼了命的在付出 所以我也希望他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我不想再在他的身边 给他或者给孩子带来一些负能量 但其实追求快乐是没错 用自己想用的方式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快乐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必要去一直强撑 你是更倾向于让他无牵无挂的怎么多一点点 还是更倾向于让他愿意跟你留在一起多一点点 哪一个能让他更快乐一点 我就选哪一个 我的放弃可能也会有出于责任感的一些考量 谁不希望能让对方以后过得快乐一些 不管他以后是单身也好 或者是有了新的感情也好 我觉得可能都会让他比现在的状态要放松一点 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 这个决定对我而言意为着各自都将开启新的生活 当然我们会以朋友和亲人的形式继续陪伴对方 我看见那个沙漏 可能这十八天的里程式活了我内心很多沉睡的人 这次的结束更是一个很好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